欢迎收看《风水、和谐生活》带来健康和福气 三集节目的完结篇 《风水》是一门层面广泛且精细为妙的祖传学问 教人如何平衡,存在所有场所里 各式各样的能量 这是为了确保处在那个环境中 能为人们带来好运和安康 在本节目中,我们采访了风水大师林树林 他具有天赋,可以感受到风水的能量和磁场 在访谈当中,林先生与我们分享了好风水的面面观 包括我们住在哪里,可以运势旺盛 且身体健康,善人的功德,可以加持土地 以及就风水来看,修行代表什么意义 林先生的朋友,风水大师,既建筑师柯善文 也对于如何平衡风水,提供了额外的见解 在这次访谈的最后,我们将继续探讨风水这门科学 及风水如何帮助我们增长,知足,爱与成功的信念 我说,德在圣团,修在寄,得由人赋,富贵在天 你就得到这些主缘,他就给你吵吵吵吵 吵到好的都对你来,你如果要这样做很多那种不好的事 我没有去,我没有去,我没有去给你搭手 那都是那些噗咿吵的,来给你搭手 这样我们主缘就落入,那种力度内部的那种 给你做油 所以说要成名书,成人,给我们团给我们 這個就是比在受風水 比在受看地理 看命 看什麼 不然就倒到就知道 這是笑話 靈通基金 何必多特殊 那我們如果把所謂的修緊 或是積德的部分放旁邊的話 找不到好的風水 找到也沒有用 一個房子我們最怕就是 人很多人坐在裡面 可是你覺得人很少 有一種人的感覺 那這個房子就不好 就是要有溫暖的感覺 那溫暖的感覺就是很少人坐 可是你就覺得好像人很多 所謂人氣很旺這樣 這是粗淺的講 但是就是一個溫暖的那個軟 很溫暖的感覺 很Harmony的那種感覺 所以一個房子的好跟不好 你一進去如果覺得很冷清的話 那這個房子基本上就比較不好 那如果一個房子很熱鬧的話 那個房子就比較好 我們花點時間感謝 從高境界下來的開悟民思 教導我們記得靈魂深處 與上帝的連結 我們馬上就回來 親愛的觀眾歡迎回來 根據風水學 居家或搬遷時 最好遵照一些規則 有時在採取行動之前 應該先深思熟慮 那是否符合風水的原則 請聽林大師與我們分享寶貴的知識 我告訴你 每一天房地去就有欺負寺 很小的小小小 也有那些很壞的事情 你不要去留在那些很壞的事情 去擋 你欺負寺也有房地的事 今天就說 翻牆一大堆擋 但是人家有一個事 就說可以去 那你就要去看 叫什麼 二十四小小小的死神 跟胎神、災神 在哪裡 這麼多正方 朝鑽那一方 譬如說 今天災神是暗在北 那你今天要 就要創一個 創一個聲音 你跟胎神拍一個照片 大概就 沒有什麼 就所謂的窮盤 每天就可以用 我們地方是用的 吃的 是不是會影響風水 普通人 因為風水去影響你愛吃 應該是這樣 不是你吃得會影響風水 你風水 你如果去台北的營地 你才會這樣 感覺 我就受冠軍發問了 才會這樣 折衣不好 一些負面的生活 思考你做這樣 對 我就這樣 一直這樣 你就要去檢討 所以風水的影響受影響 不知道是生有跡還是生有跡 對啊 真的 對啊 這就是 就是說 我們自己要先檢驗自己 雖然 雖然 道在風亭 可是 眾生 路風亭 有回到 解釋明書 這條道 你就要發理 滾滾的風亭 才有發動 去理想的這個境界 應該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影響什麼風水 風水可以我們吃飾 你如果收到像金色塔 最後的一竅 基本你用到 舒服的那些 我們的正能量 就有發動 移植到我們的 鄉修的 3% 最後的一口氣了 我們就已經沒有這個 負面的能量 把我們 穿不起來了 我們正面的能量 還補齊掉了 大概 外界的這個 那些 所謂的你去吃東西 去營養風水的機會 應該就沒有了 如果完全遵守風水的規則 就能享有完美的生活嗎 風水師能夠 運用知識和技巧 改變人的命運嗎 有沒有比風水更高等的方法 能幫助我們 更密切與宇宙聯繫呢 請您大師跟我們分享他的經驗 你這世人 你又 風水 風水大師 他又收音 觀音 發問 你認為說 你這世人 你的宿命是什麼 有什麼 你這個風水 就說 你又收觀音 發問 風水又 又是 天命 送給你 我比較煩 跟宇宙 還沒運行之前 我比現在零 零多了 他要問什麼 我都知道 現在 修了觀音法 我什麼都不 不懂 那宇宙都 關起來 那個要關起來 必要的時候 書會開 不然的話 你就會停留在那個階段 所以說風水是一種神通 他算是第幾次 照我的感覺 當然那是在第幾次而已 所以我們如果沒必要 就把它扛起來 好嗎 不是我們扛的 我們想說 要來把這個盜養 但是我們就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方向 就是 蓋住了 那就是說 天安也好 非安也好 什麼安也好 都不會開 你如果一個好的風水師 真的天安會開 不可以說 福地福人基 福人基 基福地 那就是 不是工具而已 因為他 和他的這個盜養 有關的 想到那個 要教你 說 就要看你的盜養 清海無上司 陳提吉運用風水的益處 以下是1997年7月 他在美國洛杉磯的獎金摘入 所以他們的古代人 他們的主要強烈 因為他們沒有很多 工具 能夠用來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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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製造 非常感谢青海无上师对于风水的精辟阐述 也向林苏林先生和柯善文先生 与我们分享关于风水学的深刻见解 至上诚挚的感谢 便我们都能运用内在神圣的知识 过着和谐安宁的生活 进而利益这宝贵的世界及所有的居民 充满爱心的观众 感谢您今天收看 风水和谐生活带来健康和福气 三集节目的第三集 感谢观看